東鐵線旺角東站有人墮鬼死亡,列車服務一度受阻 直到早上9點多,逐步回復正常 消防員在車底救出事主,台上月台,他當場證實不治 早上大約8點,一個男人在往羅湖方向月台墮下路軌 被進入車站的列車捲入車底 受事故影響,來往紅磡至九龍塘列車服務一度暫停 直到早上9點多,服務逐步回復正常